这个人扛着下楼的是艾莎尼亚新创公司发明的新玩意 它是都会去未来的移动工具 可以轻松折叠的摩托车 好了 你看到我手上这台是全世界最轻的折叠式电动摩托车 事实上它的拆装非常简单 就要轻松两个步骤 就可以骑乘上路 两秒钟快速折叠 这台电动机车时速最高27公里 充饱一次电可以跑40公里 是专门设计为短程使用的交通工具 你也可以从办公室骑到地铁站 然后拖着它上车厢 这点收纳也是只要两秒钟 这身只有14公斤 女生也可以轻松推拉 由于当初设计是为了短程移动用 所以把电池的设计缩到了最轻薄 机车桌椅出场前经过垂直力疲劳测试 用100公斤的力量重压15万次 虽然折叠车的尺寸不大 但是骑程舒适度他们也想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台折叠机车的代工厂 就是以生产脚踏车闻名的台湾 他们正计划把这项新产品引进台湾销售 爱沙尼亚的新创公司越来越多 其中有一家叫做Wolf 3D 他们可以在短短5分钟之内 就帮你建立3D立体头像 而事实上这个头像可以作为AR 跟电脑游戏的运用 建立3D头像的过程很简单 只要拿出手机 180度来回一次扫描你的脸部 很快就完成了 这家新创公司已经搜集超过1万个3D人像 扫描的影像脸部有很多触点 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逼真表情 运用在虚拟实境上 可以跟朋友一起踢球 或是打乒乓球 现在他们还要把这个虚拟头像 运用到社群网站 初期建立这些头像采取免费服务 等到市场成熟 他们要打造最大的3D头像库 采取付费方式管理 为了吸纳全球新创人才 爱沙尼亚还特别提供一种新创签证 已经入籍电子公民的外国人 累计已经在爱沙尼亚成立了3000多家公司 在这里只要18分钟就可以上网登记一家公司 爱沙尼亚用高效率的一化服务 累积他们的新创能量 我们希望在2020年 澳洲会在英国中最高的5个 最后的新创签证 第130万人口的最儿小国 在这里打造欧洲新细股 未来10年 他们要用科技力和西欧大国 并驾起驱 TV新闻林空仪崔仲群 爱沙尼亚财导报道